连日来,新疆多地天气干燥且多大风,春季草原防火进入关前期。 新疆吉姆乃县在乌拉斯特镇拉斯特河谷风雨区投放1000多头牛,实施生物防火措施,应对森林及草场自然现象的发生。 吉姆乃县乌拉斯特镇拉斯特河谷风雨区面积达13000亩,该连区从2008年开始进行了风雨保护,不让人和牛羊进入此地。 经过12年的风雨保护,如今此地草长的尤为茂盛,天气已热,极易发生森林及草场自然现象。 为了有效防范森林草原火灾的发生,2020年2月初,吉姆乃县林业和草原局工艺林管户站就开始深入河谷进行调研,通过研究决定于2月20日起在拉斯特河谷风雨区投放千头牛。 风雨林实施生物防火硕士,就是在风雨区里放牧牛群,把干的遗热枯燥和隔阵树叶吃掉,无认任何危害和污染,况且牛风可以飞往土地,对树木长得很有帮助。 此次生物防火还由该县乌拉斯特村村委会专门安排6名放牧人员明确放牧职责,保证树木和其他灌木林不受破坏的条件下,按规定的时间进出风雨区,确保生态环境不被破坏。 这一方面是夏季该区域的森林防火工作,打下了良好的技术,另一方面是保障了通烧料,解决了牧民的实际困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